冰淇淋人手一支 南台灣大熱天 台南這家知名雙淇淋 每逢假日 人潮多到要領號碼牌 就算非假日一樣超多遊客 要品嘗美味冰品 但是不是太有名了 竟然出現假的招商網頁 就是這個網頁打開來 都是雙淇淋照片 寫著安平樹屋 但清一色都是簡體字 看起來怪怪的 那個應該是說 那個網站是假的 網站是假的 對 但是店是真的 加盟資訊那都是假的 詢問店家安平真的有賣冰淇淋 但網頁確實假的 還歡迎招商加盟有個詭異 抱歉 你的電話號碼不存在 照著上面的悅洋電話 完全打不通 但地址呢 我們需著網站上的地址 找到安平樹屋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實力之急 加盟的 沒有 他是騙人的 我們在這個訊息 但他是騙人的 有人來問過你們對不對 沒有 但是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安平樹屋店面是咖啡店 跟冰淇淋店合作 三個星期前發現有詐騙網站 甚至已經有幾個人打來詢問 他們老闆會同時發生命題 他沒有在加盟嗎 他沒有在加盟嗎對不對 沒有 因為他柱子是設在你們這裡 你知道嗎 對 我知道 可是那個不是我們發的 知名的雙淇淋店被冒用 假的網頁 假的店家介紹 還留假電話 但地址確實真的店家 到底是要詐騙誰 姆薩薩 看不懂 店家解釋 他們只有直營 不給加盟 也感嘆這年頭什麼怪事都有 要是真有詐騙集團 用店家打廣告 騙人花錢上當 騙人實在跳到黃河 也洗不清 記者經過是鋼毛柔台的報導